好 謝謝主席 有請我們的全序部朱次長還有中選會陳副主委 好 我們請朱次長還有陳副主委備詢 委員好 好 五安 首先我想跟就是我們的朱次長還有陳副主委分享 因為其實今天有非常多的委員其實都有在關心 相關的這個我們講說這個行政中立的事情 好 下一頁 好 這是我們在經濟部的行政中立專區上面下載到的 那這裡面是我們在講說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實務案例的宣導手冊 那在第10頁跟第11頁裡面用的案例 其實跟我們今天在立法院大家吵吵鬧鬧的事情有點類似 他提到是說呢 國營事業內部網站對員工宣傳特定議題之公投要投同意票 是違反行政中立法的 同時呢他下一頁說明還特別明確的講出來說 公務人員如果涉及使用政府機關的公告平台電子報告欄等公家資源 不論支持或反對均不妥事 這不應該有這樣類似的復法行為 所以呢我們今天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宣導手冊 這是對我們公務人員的宣導手冊喔 好下一頁 你可以看到我們今天全序部我們今天早上到現在喔 包含中選會也是 我們對於行政中立相關的疑問 其實我覺得在野黨講的很簡單 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經濟部臉書文多次喔 這只是其中一則而已 多次出現叫大家要投不同意票 中油的部分呢也出現在加油站上面 直接出現公投投票意向要投不同意票 所以我不曉得說今天我們在這個培訓裡面寫到的說 其實這樣子違反行政中立 不論支持反對都不可以使用公家資源宣傳表態啊 那我想請教一下兩位喔 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還是說你覺得這就內部平台或網站不可以 但是臉書是可以的嗎 基本上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公務員自己的行為 你自己要去對這個公投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麼這個部分呢 那是不能違反行政中立法第九條的規範 那我們在去年的2月16號就已經發文出去了 但是今天如果是公投這事件是上面 是政策上需要做公共政策的辯論的時候呢 那麼公務員在他的職責範圍內 他必須要把政策講清楚 我必須很明確的講 因為這個說法我已經聽過很多次 這一段時間其實一直都在聽到 我覺得政策辯論或者是說對於政策 今天通過不通過所得到的結果去明確說明 我覺得這是你們應該做的 就是行政機關該做的事 但是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直接叫人家投同意或不同意耶 這已經是違反投票的意向喔 我們現在目前第10條 行政中立法第10條你們一直在講的 就是說你今天不能夠要求或威脅 就違或不違特定投票行為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說 今天我認同說今天行政部門可以針對公投的政策來進行說明 也可以說我今天公投投通過不通過之後會造成的後果 可以進行政策的說明 但是這麼明白的直接在臉書上面寫下請投不同意 更不要講了前面我提出來的考試院在培訓行政公務人員的時候 就已經提到啊 那內部平台網站不行 那為什麼臉書可以 可以再回答一次 基本上啊 這個不是對特定的某些人去做的 比如說我這個要你去投是假模假模椅模餅 喔這不是對特定的人去做那不是更嚴重嗎 他如果是對一般大眾他是做政策說明 不是不是這已經不是政策說明這是請投不同意耶 已經是投票意向啦 我覺得政策說明我覺得OK喔 對一般大眾講 對一般大眾說請投不同意就可以 對特定的內部的員工說請投不同意是不行 你不能對個人指使他要投同意又不同意 不是那你今天看到臉書的人就已經被說請投不同意啦 那不是還是有指使他特定行為之時嗎 他是對一般大眾的說明 特定人是有什麼有什麼 比如說我公務員我被你指使一定要支持什麼 那這就不行了 沒有可是我們今天當前面講的是說禁止公務人員具體明確下令去支持特定的行為嘛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不是已經違反了嗎 就是你已經是公務人員去做好 我覺得你們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第一個 你剛剛所講的就一直在強調說一般大眾你去跟人家講就可以 但是問題是人家公民投票法第10條 還有我們的行政中立法第10條 他當初立法目的就是說我們公務人員不能去做這件事情嘛 那你我都認同說今天我們說今天我們的行政部門不管經濟部齁這些 他們是位於政策要說明要辯護的對象這我同意喔 但是他不能夠去指使投票意向我就就這一點明確的回答我到底可不可以 他對個人他沒有就是沒有錯 不是你一直講個人或不個人那 那如果說因為他今天講是政策是公務政策 我們在希望大家這樣說 是所以現在經濟部很明顯他已經寫了請投不同意 他已經不是講政策而已他是直接指使投票意向嘛 所以你一直在糾結說今天到底是對一個特定的個人還是一般的大眾 就我來說如果嚴重程度來說的話就臉書來講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不是更嚴重嗎 然後臉書今天好你在講下一個我下一頁你再講一個臉書好了 我今天說臉書post的這個文章的人會是誰難道會是政務官嗎 蘇貞昌或者是王美花應該不會自己去po臉書吧 所以今天po臉書的人會是誰他一定會是我們的公務人員嘛 所以今天公務人員在做這件事情是不是已經違反了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請說明 如果是對政策的說明在職務方面是沒有 不要再講說對我剛剛已經講了先分開喔對政策的說明跟指使投票意向是兩件事情認同嗎 是 所以剛剛我回到前一頁sorry 這一頁臉書已經很明確跟中友的這個公投投票意向都是非常明確告訴人家請投不同意 請不要再把它解釋為是政策說明了想請教一下這件事情在做的人是不是公務人員 除非你告訴我蘇貞昌跟王美花政務官可以自己去po臉書 如果他們具有這個能力而且證明這個臉書他自己個人的發文那我同意 請問啊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去主管另外去了解 好下一頁 所以今天我看到其實有很多的在野黨的委員都在強調說公民投票法第20條有講到 提案人跟反對意見者他可以設立辦事處 那你其實看到第20條他設立的精神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要為公投去做宣傳我可以設立辦事處 設立辦事處之後我要針對他的一些相關的捐贈經費 其實是去做到一些監督管理之責 所以我覺得今天看到我們的行政部門 不管是剛剛講的就是你用自己的一個平台用自己的資源去做一個投票意向的宣傳以外 其實你們根本就是用了公務人力跟經費資源去進行宣傳倡議 這樣子是一個非常不公平不對等的選舉 今天我們看到在公投法裡面就有講到 你今天不能夠收受公營事業或接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但是我們現在很明顯看到我們的國營事業公營事業 就是在做相關的宣傳 而他們宣傳的經費都不用像這個成立辦事處一樣 受到政府的監督 我們今天大眾想要問的就是 如果今天公投是兩邊站在一個完全不對等的狀況之下 那應該怎麼做 好 下一頁 最後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早上看到中選會還口頭 好 謝謝 中選會還口頭補充了一頁這個 我們講說的文字說明 上面有寫到說 立法院或行政院為法定的當然反方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奇怪 是因為我翻了所有的法條裡面 我都沒有看到這個 立法院或行政院為法定當然反方的這件事情 那你們有講到的這個提出反編意見 我覺得是在公投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 所以在這裡面我發現一個問題是說 你在辯論會裡 你是可以選擇誰擔任正方或反方 但是出了發表會之後 並不是代表行政院是一個當然的反方 下一頁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2008年的時候 其實全國公投的第五案 公投意見來講外交部就寫贊成啊 所以誰跟你說今天行政院跟立法院只能擔任當然的反方 這是一個不對的說明 再來 你今天如果說是擔任當然反方好了 那你今天我覺得在這個問題裡面還是一個問題是 公務人員到底為什麼他在這裡面可以去講投票意象 所以剛剛我想全區部次長你講說說還要去調查一下 到底這臉書是誰發文的 我覺得很好 就趕快去調查 調查看看說這個發文的人 為什麼他今天具有公務人員身份還是他是政務官 他為什麼可以去指使別人的投票意象 再來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有特別提到 今天即便是政務官 因為我剛剛看你在回答楊琼英委員的時候 你說了一句話 你說政務官叫事務官叫公務人員去做這件事情就沒有問題 但是事務官他今天在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有提到說 如果今天叫他做的事情是違法 他是可以不要做的 所以我不懂你剛剛回答楊琼英委員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好最後請統整回覆一下因為沒有時間了 這個保障法第17條講的是就是違法 這個你認為長官有失職你要去跟他上級報告 那麼如果上級 長官如果認為說他沒有錯就要書面下達 書面下達之後你就要接受 但是如果是明顯違法不能就是刑法不能就可以拒絕 所以你剛剛在回答委員的時候 你今天講說既然是政務官叫他做的事情就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就不對啊 這個就是說他叫他叫他請他做事職務上 他要去對這四項公共政策做說明的事情 是但是如果他是對這四項去做投票意向的指使 那看起來就不對了嘛 對吧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有必要查清楚 麻煩全續部加油喔 然後中選會可以回覆一下嗎謝謝 那委員所問的問題喔 分幾點說明喔 第一個這個行政院作為當然反方 是指提案領先人為政方的時候 行政院立法院或依法成立辦事處者 都可以成立反方 那第二個是像委員也沒有成立辦事處 未成立辦事處的任何人 包括政黨在內都還是可以從事公投的這個宣傳 這個也要讓委員這個了解 那第三個是委員這個所提到的 就今天全續部的報告跟中選會的報告裡頭都提到了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他適用的這個對象 不包括政務官 那以上也做一個不錯 謝謝你喔 你剛剛講的其實我們前面都已經知道了 一些討論過了 我這邊的問題就是說 請不要把立法院或行政院作為法定當然反方 作為一個很必要的條件 因為已經告訴你了 就是沒有法定當然反方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先到這邊 所以有法定的反方 不是 法定的反方是指在辯論會裡面 你現在目前上一頁 你現在是在辯論會的實施辦法第三條 才會有反對意見者代表反方 你剛剛講的法定反方在法律裡到底在哪裡 剛剛再跟委員報告一下齁 沒有成立辦事處一樣都可以跟政方反方來做宣傳 我沒有在講成立辦事處 我講的是說你剛剛講的法定當然反方這件事情啊 那行政院倘若在提案領行方是公民提議的時候 行政院也好立法院也好 都是現在法律下法規命令下的當然反方 好下一頁 就你剛剛講的這句話 這裡就是一個打臉你的反政啊 2008年的通投案 我們外交部就是贊成啊 誰說行政院只能當任反方 跟委員報告齁 當年的那個提案有分好幾類 那你要看他是哪一類 那會有所這一個不同 所以我必須要澄清的是你今天對外所說明的 說當然反方這件事情 在這裡面我們看到的就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是委員如果是今天假設 假設是公民所提的公投案 假設是公民所提的公投案 啊 尤錫坤不是公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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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尤錫坤提的耶 你那是什麼意思 你的態度是什麼意思 再跟委員報告啦 就是說 現在的這一個公投法 欸我都沒有不耐煩耶 你在不耐煩什麼啊 我沒有不耐煩 我們今天代表民意來質詢 今天我們提出來的問題 到底為什麼你回答要在那邊嘆氣 好像不耐煩的樣子啊 我不太懂這個態度是怎麼一回事耶 我們從頭到尾 到底哪裡對你不禮貌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我也沒有對委 你剛剛嘆氣的那個樣子 我記得錄影會錄得非常清楚 那請你回答 尤錫坤不是公民嗎 再跟委員報告啦 就是說在我們公投法裡頭 公投的提案有好幾類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公民所提的公投案 會是由立法院 會是由行政院 或依法設立辦事處者 可以成為反方 那第三個是 你沒有成立辦事處的話 一樣可以成為正方反方 那第四個至於現在的 這一個行政院立法院成為反方 這個是都有法員依據的 這個其他的一個法員 就是在公投法第十條 第十七條 還有第三十條 以及公投意見 發表會實施辦法第三條 好啦我覺得 中學會的這些人事任命 其實我們立法院有提名 我們當時也是有同意 你們的人事任命權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樣子 對立法委員的態度 第一個問題也沒有 也沒有聽清楚 也沒有回答清楚 嘗試著去迴避 用一樣跳針式的 從早上到現在 就同一套說法 應付所有的委員 我今天問的問題很明確 就是說你今天剛剛講說 好我們的這個行政院 是當然的 法定的當然反方 這件事情好像變成是行政院 他可以用這個方式 很堂而皇之的 去贊成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去宣傳他的反對的立場 我們今天問的是這一句話 到底怎麼來的 我今天覺得 不管是國民黨 或者是民眾黨 或時代立黨 其實我們在討論的 都是在公投上的論述 但是我覺得你剛剛一直嘗試著 要把這個法定當然反方變成是 好像說今天這個公投類別 怎麼樣他就可以變進來 那我就問你啊文字在哪裡 沒有任何的文字告訴你說 行政院一定要去當法定當然反方 這句話是我們想要問的 但是看起來中選會沒有想要去 好好認真的回答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也沒關係 那我今天的質詢就到這裡 謝謝兩位 謝謝主席 謝謝高委員的質詢